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备华电视台 请不吝点赞 美食节目 我是Louis 王汉民 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伙推荐一家 中国著名的朝向火锅连锁店 巴河里牛肉火锅 Fresh beef Shabu Shabu 那话不多说 咱们赶紧去尝尝它的味道怎么样吧 走 好的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巴河里的厨师 龙师傅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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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这些都是什么 这边是那个钓龙肉 这个钓龙肉呢 它有肥的 然后它这个看起来肥的东西它其实不是油 它是那个筋 然后它吃起来特别都有口感 然后这边这个叫五花齿肉 顾名思义就是它那个花比较多 然后这个三花呢 就是比那个五花那个花 看起来少一点 这个很好区分的 好的 那我们尝一下吧 赞 刚才吃鸡一口感觉有点清淡 但是后面的那个口味 会感觉到油肉的肉质 特别的嫩软跟滑 好好吃的 接下来呢 这是什么 这个叫死肉 这个肉呢 切得特别的薄 然后它中间有那个筋 吃起来特别的有口感 你可以先试一下 好嫩啊 广东人喜欢吃沙茶酱 因为沙茶酱在牛肉吃那个口感会特别的好 确实特别的好 好好吃啊 这个牛肉跟沙茶酱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嫩牛肉 吃起来特别的嫩 对对对 因为它非常的薄 这个部位的肉呢 它也非常的嫩 吃起来特别的舒服 好 好 现在吃一下了 这个多么舒服啊 然后沾在我的蛋料里 嗯 好好吃啊 这个牛肉跟那个沙茶酱 特别的配是吧 特别的配 对对对 是因为清淡啊 所以真的会吃到 牛肉的那个清香有味 在菲律宾的巴河里 不仅有炒上牛肉火锅 还有这些正宗地道的四川菜 好的师傅 这些是什么 这个叫水煮牛肉 那我们尝一下咯 好的 辣 不过很爽 对对对对 这个辣子鸡 它就吃起来非常的外酥 就是芝麻糊 非常甜 哇 对对 好 到最后了 中国最普及的 四川小龙虾 一手拿头 一手拿尾 特别不疑 我觉得 从火锅到各种四川菜肴 都会使你们垂涎欲滴 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 不妨带着你们家人 以及好朋友 赶快来到这里 共享欢聚时刻吧 好 谢谢师傅 谢谢 美食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享受 再次我是Louis 王汉民 下次再见